從腦跟脊髓所延伸出來的神經 所以這些延伸是這個腦波脊髓往外 然後到達受氣或動氣的這些神經 我們第一個可以先從腦跟脊髓的觀點來看 就是誰跟腦相連或誰跟脊髓相連 然後所以可以分成 可以分成腦神經跟脊神經 那腦神經總共是12對 脊神經是自然11對 你大概從那個空間 腦基本上所在的這個空間會比較狹隘一點點 所以能夠跟他相連的電線相對束縛會比較少 那脊神經相對來講比較長嘛 所以他可以接著這個電線的數目就比較多 所以兩外則三頁上面這個表格裡面 所以腦神經12對以前好像印象中 高爾已經提供過這個數字 然後那個時候只有介紹其中的第10對 欸第10對嗎 對第10對 因為是要談那個殘胃的活動 所以特別拿第10對來當舉例嘛 好 所以腦神經有12對及神經31對當中呢 這個如果要背應該會感覺很可看 比如說那個下面有一個腦神經12對 名稱再加上它的連結的這個部位對不對 你看一般來說腦神經的部分的話比較單純 因為你看到名字幾乎都可以知道它的功能了 比如說第1對的秀神經對不對 所以秀神經不管怎麼 它就是接秀黏膜那邊的秀氣 所以那這條神經呢它就很單純 它是那個訊息傳回來的部分 所以這條神經裡面呢 它的神經緣只有感覺神經緣 然後它就沒有運動神經緣 因為嗅覺的引發之後沒有一個絕對要對應到哪一個地方的動氣的問題 然後四神經基本上也是 這個名字上也很明確 所以四神經連結到大腦的整頁嘛對不對 視覺區、視覺電腦區在整頁這個地方 所以這一條電線 其實應該講電燃線 它就一個很打滾的電線裡面有很多小小電線的那種 所以四神經的話基本上它也是持續有感覺神經緣 那接下來的你看那個3跟4 3應該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動眼神經對不對 那上次可以看那個眼球的那個模型 有看到那個6條肌肉有沒有 所以動眼神經基本上接下來就麻煩了 因為眼球總共有6條肌肉 3對 等於是3對的意思 那動眼神經基本上它主要是負責那個 那個 那個 怎麼樣 直向的 就是3下左右的那幾條的 好 然後可是還有一個叫滑車神經 上次看那個眼球不是有那個斜斜的 就是有幾條是直接連到後面的那一種的 那還有2條是好 就是有點斜方向的那個 所以滑車就有一點不是那麼好理解 它其實也是控制眼球的肌肉 所以動眼滑車 那他們呢 都是負責指揮那個動眼肌的這個活動 好 所以這個呢 它其實含有運動神經緣 就沒有感覺神經緣了 因為那個跟眼球相連的另外一個那個感覺的部分 就交給視神經去處理了 那三叉神經症應該很常在那個什麼電影的橋段裡面啊 什麼三叉神經什麼絲條啊 什麼顏面神經絲條的 那其中一個就是這個 好 所以你的臉部的皮膚的控制基本上呢就跟它有關 好 然後它還幫忙控制口腔跟咀嚼的部分相關的就是有一個控制 是有關係的 所以像這種神經呢就比較麻煩 就是它呢可以接收來自於皮膚的感覺的訊息 然後它又可以指揮我們口腔周圍的這個肌肉 所以它這種神經裡面 它就兼具了感覺神經緣跟運動神經緣 那所以這種神經呢 我們就把它叫混合神經 然後再往回追上去 所以到了第五對這個地方呢 像秀神經跟四神經基本上呢 都是很單純的感覺神經 然後這種感覺神經裡面的組成呢 通通都只有感覺神經緣 然後第三對跟第四對呢 它們都只負責跟動氣銜接 所以呢 這種就叫做運動神經 那運動神經裡面呢 就是只有運動神經緣 那像第五對的這種三叉神經 或者再往下顏面神經 基本上都相同 它們呢 有一些那個神經緣呢 去跟受氣接 有些神經緣去跟動氣接 所以這種就是所謂的混合神經 所以這個要背起來的話 你可以想像也應該還蠻可怕的 然後 所以 三叉外旋跟動輸滑車跟眼球的活動有關 然後那個 剛剛講有六條肌肉嘛對不對 六條肌肉把它當成三對來看 所以另外一個 跟眼球活動有關的 就是第六對的外旋神經 然後 然後 所以 光是眼球就用了三對的腦神經 對不對 然後再往下的部分 顏面神經 這應該名字上就可以知道 它是在這個臉部 還有那個口腔的這個肌肉的部分 所以 人的表情裡面 你看 那個什麼 三叉神經 然後 顏面神經 這兩個呢 是比較主要的 這個控制的神經 然後 然後再往下 聽神經是單純的 它就是一個感覺神經 所以 包括了聽覺跟平衡覺 我們在講耳朵構造的時候就有提到 因為我們的聽覺跟平衡覺的受器 是做在一起的 然後 蛇淹神經 這應該也不會誤解 就是跟口腔的部分有關 但是它是混合神經 所以 包括你的味覺 你的訊息的傳遞 然後 包括你的口腔的肌肉的活動 拓線的分泌 都跟這條有關係 迷走神經以前高二的時候就已經拿這個來當例子 為什麼叫迷走 因為它的範圍很廣 它的那個 電線到達的地方 包括胸腔 包括腹腔 所以 心臟的這個活動 然後還有胃腸的活動 基本上呢 都跟它有關 所以叫迷走神經 但是腦神經裡面呢 很難得 你看喔 上面 下面還有兩對沒看到 但是上面的神經你們發現 上面的神經幾乎它的電線是到哪裡 直到脖子底上 迷走神經是很難得 腦神經 可是它的電線連到的地方 是在脖子底下 而且遍布到胸腔腔腔 所以又遠然後又廣 這是這個特性 是第十對的迷走神經 那 腹神經在名稱上 基本上呢 也很難看出它的這個實際的功能 基本上呢 也是跟內臟的活動有關 一般大概就只會怎樣記 因為這對神經基本上很少 要跟它出來討論 因為名字不好記 那座右的功能好像 對我們來說啦 不是一個好的舉例的材料 所以腹神經知道一下 它跟內臟的活動基本上是有關係的 然後接下來 舌下神經 這應該也可以理解 就是也是跟口腔的肌肉活動有關 尤其是舌頭 這個部位的肌肉 好 所以語章的話 從上面到下面 總共是十二對 那這十二對裡面呢 誰是感覺 誰是運動 然後誰是混合 這個表格應該可以看得很清楚 比如說 單純性的是感覺的 像第一對 一、二 然後 第八對 有沒有 都是單純的感覺 對不對 然後混合神經的部分的話 像 五、七 然後 五、七、九 然後還有 十一跟十二 都是 那運動神經的部分的話 比如說像 三、四 然後 六 OK 然後 還有 第十 這些都是很單純的運動神經 你看 以前都要背 現在都不用背了 所以恭喜你 好 不然的話 以前還要背那個順序 以前要背順序的時候很麻煩 你參考 如果你先前沒事想背的話 就是 如果你想要背名稱 名稱背起來 大概功能都不用拆的 所以名稱要背的話就這樣子 你自己圈那個關鍵字 就是 一、袖、二、四、三、動、眼 然後 四、拔、五、殺、六、海、圈 七、眼、八、聽、九、十、二、眼 然後 十米、十一、複射、下、蜜 這樣 那有一個老師很怕變成哥 這樣子 老實說 這種東西 除非你是研究這個領域的 不然 我真的覺得 背這個東西也沒什麼太大意思 不行 好 然後 那幾神經的話 幾神經的話 基本上就只有一組電話號碼 非常好記 好 就是812551 誰的電話號碼 知道 好 但你要斷的 剛剛好 好 就是 幾神經的話 總共分成無斷 因為我們的脊椎骨 配合脊椎骨的斷落 分成頸、腰、肩、尾 你看 然後 我們在動一些 脊椎骨 比較很大的那個角度的活動 幾乎都是在必須的意義上 有沒有 所以 腱腿腹這個地方 已經是脊椎骨尾巴縮轉那邊的 然後這個地方事實上呢 幾乎都已經那個脊椎骨的主要的部分都變得很狹窄 所以這邊的話 事實上對脊椎來說 已經相對來說已經是一個收尾的階段 它的那個連出去的神經的數目很少 所以你看總共只有六對 所以大部分的這個急神經都在前面 所以就按照這個來部分配 就是頸部脊椎這一段 裡面 總共有胸椎 所以胸椎 胸椎脊椎這個地方連出去就十二對 然後接下來腰肩 所以你看到圍骨這個地方就只想要一對 好 那所以 急神經的部分超好記得 電話號碼被玩就沒事了 好 那需不需要記它的特別的功能 好 所以這個是如果從構造面來看的話 誰跟腦相連 誰跟脊椎相連 可以分成腦神經跟脊神經這種構造的特性 但是這個的話 除非你去背十二對的腦神經 那不然的話其實會很苦感 所以神經才有另外一種區分方式 就是按照它的作用 所以我們就再把它區分成兩個類型 一種呢 叫做體神經 或者你要再加這個字 其實應該會更明確 就是肢體神經 所以你的手腳區幹的活動 就是由這些神經去連結的 夠白話的齁 好 這樣你就會知道說那一些神經的功能 然後接下來呢 那我們內臟的活動也會由神經來控制 對不對 比如說那個就是肥油蠕造 那這一種神經呢 通常都是由自律神經 或者叫自主神經 來負責的 所以如果我們要用一個比較 從大腦的觀點來看的話呢 肢體神經基本上它負責的就是隨意的活動 然後自律神經它負責的就是不隨意的活動 所以比如說內臟的活動 基本上呢 就是由自律神經 好 來控關的 這樣好 明白嗎 那這兩種神經當然它引起的作用 比如說它們控制的氣候顯然就不同 對不對 肢體神經負責控制骨骼器 然後自律神經的話就會去控制心肌跟平滑肌 它控制的對象一定很不同 可是後來我們發現呢 它還有一個很明顯不同的地方 是在於 因為這個部分的分法裡面呢 它都是從 這個分法事實上它只看一個部分 就是運動神經元 因為感覺接受器 那當然我們一定需要去接受器 可是到引發反應這個部分的話呢 相對來說那個動氣的性質 就是就決定的那個我們活動的形式 比如說內臟的活動跟肢體的活動 那個特質就不太一樣 那受器當然有很多種 這絕對是讓我們能夠去感受 化解環境或者我們身體內部變化的 一個很重要的能力 但是就這樣子了 但動氣的這一頭的話呢 就有更大的討論空間 好 所以第二點的這種分法裡面啊 它其實只有用到那個 感覺的運動神經元的這一頭 那我們就發現呢 肢體神經跟治癒神經呢 構造上有一個非常大的特色 脊髓這個地方呢 本來聯絡神經 然後要去跟運動神經界 好 所以這是脊髓內 脊髓自己的 屬於脊髓自己的神經元是聯絡神經元 可是運動神經元有一個比較大的特色是 它把細胞體放在脊髓內裡 然後呢 纖維才拉出來 就是它的軸土 才會延續出來 我們到反射動作的時候 會看到這個細節 所以暫時先用一個簡單的架構 所以接下來 肢體神經跟肢體神經 跟肢體神經 到底有哪個地方很不同呢 他們發現 你只要是肢體神經 它就一個神經元 就直接導達 五個器 如果是自律神經的話呢 它有兩種可能性 但大致上的通則就是 你聯絡神經元之後 四個鼓勵 每一個鼓勵都放得滿 兩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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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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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顆 從脊髓出來之後呢 它總共會經過兩個神經元 這是第一個 然後接下來是第二個 所以如果它構造面具區分 它是肢體 那是自律神經的話 一個細胞到達洞氣的 就是自律神經 兩個神經才到達洞氣的 那就是自律神經 那自律神經呢 這兩個細胞 它的銜接的位置又不太一樣 那有一些神經它的接的位置呢 是很靠近脊髓 那有一些呢 是遠離脊髓 靠近洞氣 那原則上都是兩個細胞 那這兩個 這兩個都是運動神經 這個也是 所以它比較討論的是只有在運動神經的這一頭 它比較不去討論那個感覺神經的這一頭 那因為這樣分基本上呢 應該也可以看得出來是它有一定 它有相當的這個規則性在 所以這樣來看的話是很有道理的 所以我們去看自律神經呢 因為自律神經 反正就是控制你的手腳虛槓對不對 所以它反而就沒有什麼特別的特色 可以理解嗎 你當然有那個需要的時候 你可以去考慮說 我的手躺這個地方 像以前講的 就是如果你去摳這個地方 對不對 把這條神經摳到麻痺的時候 你就知道說 麻痺的區域在哪裡 它是沿著這地方跑 跑到這地方去過完隧道 對不對 然後控制這兩根手指 然後再加上對應的手掌這半邊 為他管 因為摳做一個額外的刺激 對不對 然後這刺激延伸過來的時候呢 你就發現了 它神經纖維觸及的這個層面 就在這個附近 你看 所以你當然可以去討論 哪一條肢體神經 控制哪一個對應的部位 這不是沒有意義 但是這個例子就看起來不夠獨特性 所以反倒是接下來的自律神經 這邊你就麻煩了 因為這裡呢 自律神經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特性 它對應的心肌或平滑肌呢 它有需要去做促進或意志 所以自律神經呢 就在分成兩組 就是交感神經跟副交感神經 這兩個名字就更應該聽過了 OK 所以自律神經對於內臟的控制 因為它需要做正反的調節方向 所以我們再分成自律神經 交感神經跟副交感神經 那後來大致歸納出來 如果是這種銜接方式的 就是兩個運動神經園 前一個短後一個長的 那這種就會是交感神經 如果你是前一個長後一個短的 那這種就會是副交感神經 但因為它們兩個都需要經歷兩個運動神經 才會到達洞氣 所以這種基本上呢 它都是屬於自律神經 所以自律神經之下 在細分交感各副交感 所以接下來這個恐怕不備就不行了 兩百九十五頁上面這個地方 好啦以學測來說的話 第十類記憶技其他的就還好 但是如果以整個生物比較完整的 就是神經系統這個架構來說的話 交感副交感的概念基本上還蠻重要的 好 所以我們先看電線來分 先看不看部位 先看那個電線就好了 好 它控制哪裡先不管 你現在看那個這張 295頁這張圖的右半邊 然後脊髓應該看得出來 從腦往下延伸的這個彎彎曲曲的 然後你看頸、胸、腰、肩尾 有沒有 好 然後所以接下來你看那個脊髓出來之後呢 首先有一個比較短的神經源 然後之後呢 會疊到一個比較長的神經源 有沒有 所以右邊這邊呢 就是屬於交感神經 然後左邊呢 左邊你去看 在腦幹還有往下疾水 最下面最下面 靠近肩部這個地方 對不對 它連出來的神經源 第一段比較長 第一個運動神經源比較長 第二個運動神經源比較短 然後兩個運動神經源之間 這個地方不就是突出嗎 對不對 所以交感神經 你有沒有發現它的突出靠近哪裡 靠近疾水 但是副交感神經它的突出是靠近動氣 這是一個構造面很簡單的區分方式 很好 好 所以先確定一下 右邊這邊基本上都是屬於交感神經 左邊 從腦幹跟腱部疾水這個地方 所連出來的基本上就是副交感神經 好 所以這兩相比較之下 我們又突顯出 交感神經跟副交感神經 原來那個電線出去的地方也有差別 你看 交感神經一定是從哪裡出去 你看它標示了疾水的部位 交感神經出去的地方一定是從胸部疾水 或腰部疾水出去 好 那副交感神經呢 副交感神經是不是在上面那個什麼 腦幹這個地方 對不對 跟下面健庫 所以呢 腦幹跟健庫連出去的 這個地方就是副交感神經 所以這又是另外一個構造上可比較的 所以除了那個前運動管後運動腸或前運動 前運動腸後運動管 還有那個電線拉出來的這個部分也有趣的 這樣 這樣OK齁 所以交感神經全部都是幾神經 你有沒有發現 因為它一定是從胸腰出來的 所以全部都是幾神經 那可是這個地方 副交感神經有連到腦幹 連到腦幹 腦幹是腦的部分 對不對 然後有連到健庫脊髓 對不對 所以這個地方呢 它就有搭配的可能有腦神經跟幾神經 這樣OK齁 好 這個概念有了 我先提醒你重點齁 老實說這要在考試考才有考到這麼細 學測考這部分 好 可是接下來有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我們以前在講調節的時候 調節系統 真正要討論應該是三套 神經、內分泌、還有免疫 這兩套都有調節的特質 那因為免疫需要單獨來談 OK那我們就看神經跟內分泌 那以前在講那個神經跟內分泌的時候 談那個調節 對不對 好 有一種就是喬喬感模式 結腸的 對不對 啊另外一個呢 這這次有跑到的那個 喔 就是回饋機制 然後回饋機制呢 再區分 有兩種類型 正回饋 然後呢 跟負回饋 有沒有 所以像這次是討 欸那個是討的嗎 不是 它是討的例子 不是 它是討的例子 不是 看用是哪一個 激素的例子 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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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一題 有沒有 這兩種類分泌 有沒有 這兩種類分泌 負回饋的例子 你一定要去記那個生殖的 有沒有 你看看 高濃度的動情素跟黃體素 可以回過頭來抑制 腦垂線分泌 FSH跟LH 你看 所以低濃度的動情素跟黃體素 反而回過頭來可以促進 腦垂線分泌 FSH跟LH 因為這個跟生殖中期的 調控有關 所以你再去想一下 什麼時候動情素分泌量要 要是 走高 那什麼時候動情素跟黃體素的分泌量 是走低 你看 那個例子一定要記 那所以 調節的系統 就是神經跟內分泌當中 它有一個 基本的 有兩個架構 一個就是回饋控制 回饋控制 我們到那個內分泌的地方 再來去談 才比較適合一點 那可是另外一個 那個解卡 所以那時候我就提醒你 其實解卡的例子是超級多 這個地方有沒有解卡 肌肉的活動裡面 二頭七、三頭七 控制、軸關、解 肌肉的活動 對不對 所以這個地方肌肉可以談解卡 有沒有 所以談解卡裡面 例子當中 你看第一個 肌肉的活動 就有這個特質 然後接下來 因為我們當時候講解卡 是先遇到那個 胰島素跟生糖素 對於血糖的調控 對不對 所以內分泌 當然 存在著解卡的調節 對不對 然後神經的例子裡面 基本上 主要的例子都落在哪裡 自律神經 你自己從上面往下看 這邊有多少組答案 就這樣看就好了 所以 解卡基本上 從來不學答案 你可以想像喔 你光自律神經都會從上面跌下來 對不對 然後那個血糖、血幹 有沒有 體溫恒定 是不是全部都有那個 悄悄白的平衡關係 對不對 所以解卡基本上 這個其實以前 有沒有 因為說歷來的大考裡面 它算基本題 當出到沒什麼可以出的時候 這種你看很直覺的 因為太好 太好拼答案 隨便就可以拼出一個題目 OK 所以接下來正式 好 來看看 自律神經到底管哪一些 不是由你大腦去指揮的活動 首先先從眼睛來看的話 我用頭上往下看 第一個 眼睛的 瞳孔的周圍 瞳孔的周圍 上次有提到的是 紅膜 那紅膜基本上是平滑肌 這裡面的組成主要是平滑肌 那這個平滑肌呢 上次有提到 它分成兩個方向 就是環肌 你們到底看了沒啦 是 找隔壁同學借一下眼睛 那個手機近拍真的很好用 然後是拿兩支手機 一個開手機近拍 然後貼著那個 瞳孔的地方 另外一支手機打手電筒 然後從側邊 不要從正面 不然那有點傷 從側邊打光 然後把那個 瞳孔周圍的紅膜 整個放大 你看得很漂亮的複色 會有點可怕 好 看著 好 很像賢賢 快要睡著 可以玩一下 它分環肌跟重肌 OK 然後所以 瞳孔基本上呢 它是由紅膜的肌肉來決定的 但重肌 或者叫輻射狀肌 重肌或輻射狀肌收縮的時候 瞳孔是在強大 那環肌如果收縮 瞳孔就縮小 所以什麼時候 瞳孔一定要縮小 所以要說現在光線開始變得比較強了 對不對 所以你的瞳孔會逐漸的縮小 在室內通常瞳孔會比較大 走到室外 瞳孔馬上縮小 因應光線的照度的變化 對不對 我們要保護視網膜那個氣毛 不要受到搶光的這個危害 好 所以你看喔 交感神經 交感神經 影響的瞳孔是 可以讓瞳孔擴大 按對照過去 副交感神經那邊呢 是可以讓瞳孔收縮 那所以也就是說呢 交感神經主要是控制哪一組肌肉 交感是讓瞳孔擴大 所以交感神經可以刺激中肌收縮 瞳孔就擴大了 副交感神經呢可以刺激緩急收縮 對不對 所以瞳孔就可以縮小 解抗 對不對 所以連那個 要不是因為現在眼球已經幾乎 其實刪了很多了 所以不會再考這個細節 不然連紅膜上面的環節中肌的解抗 都可以考慮 連肌肉本身都是解抗的 對不對 然後控制肌肉的這個活動的交感神經 和副交感神經也是解抗的 好 然後接下來再往下看 那個交感神經呢 可以意識破意的分泌 所以這時候呢 你會覺得口乾舌燥 或者是口腔裡面比較黏淀 那如果是副交感神經呢 可以刺激唾液的分泌 所以這個時候 如果是你在吃東西的時候 通常是副交感神經在主導的 因為這時候 口腔需要分泌豐富的唾液來潤滑食物 對不對 那個多糖澱粉加加減減 可以幫忙分解一下 然後對肺的部分的話呢 交感神經可以促進那個 支氣管的擴張 但是副交感呢 是可以促進那個支氣管的收縮 你看啊 那請問擴張跟收縮之間 哪一種狀態氣體的流通的速率會比較好 嗯 這應該明顯嘛 果然是越寬 氣體的流通的速率就會比較舒暢 對不對 好 先繼續往下看這個道理喔 等一下枕頭完之後我們就會看得出來了 然後接下來對心臟的部分的話呢 嗯 我們在心臟的時候就已經提到了 心臟的節律點的旁邊 有交感跟副交感神經的末梢的分布 如果現在呢 交感神經送訓號過來的話呢 那這時候節律點就知道 要增加那個釋放訓息的頻率 所以這時候就可以加速訓號 副交感呢 送訓息過來的時候可以減緩訓號 有沒有 所以 再往下看的話呢 就會看到一個比較難理解的部分了 就是腸胃的活動 交感神經會抑制腸胃的活動 但是副交感神經會刺激腸胃的活動 但是副交感神經呢 OK喔 然後接下來 這裡有一個單獨的作用 沒有解看的問題 就是交感神經呢 可以刺激 可以刺激那個肝臟 那個肝臟的分解釋出葡萄糖 但是可以抑制肝臟的分泌功能 好 這個地方基本上比較沒有解抗 好 另外一個也是比較沒有解抗的 看左邊那個地方 好 那個副交感神經可以刺激胰臟的活動 所以胰臟的活動 我們先講過 胰液的分泌 基本上主要兩個因子是誰 胰液的分泌 就是胆囊收縮素跟胰密素 那那是內分泌的部分 神經的部分就是誰 副交感神經會影響胰臟的活動 那是神經的條件 好 然後再往右邊這個地方往下看 接下來這個麻煩了 交感神經呢 它可以獨自去刺激腎上腺 隨之分泌腎上腺素跟正腎上腺素 你看到 好 往下兩個部分又回到解看了 就是交感神經呢 會抑制膀胱的活動 然後副交感神經的話 會促進膀胱的活動 所以副交感神經可以促進排尿 然後交感神經可以讓你憋尿這樣子 好 最下面會有一個非常奇特的 就是那個合作關係 這裡就完全不是解看 就是射精的這個過程當中 還有女性的陰道的縮縮 就是在性道過程的發生的肌肉變化裡面呢 那個副交感神經呢 會促進那個陰莖海綿體的衝行 所以陰莖的勃起基本上呢 是由副交感神經在主導的 但射精這個動作 牽涉到肌肉的這個間歇性的活動 那這個地方是由交感神經來影響的 包括陰莖的時候說基本上也是 那這個地方是合作關係 它就沒有那個健康的作用 所以現在左邊跟右邊 基本上大約看一下 交感神經一般來說 整體上我們通常把它歸類為 它所促進的活動 它所刺進的活動都是偏向促進性的 好 那副交感神經呢 用很濃濃的 那個比較特地的地方就不看的話 副交感神經呢 會比較偏向於是意志性的 所以什麼樣的情況呢 交感神經很適合 比如說呢 現在你背後呢 有一個人拿一把刀一直在追殺你 好 所以呢你就瞳孔發大 這樣比較能看得清楚眼前的路 對不對 然後這個時候呢 沒時間分泌風液 沒時間消化 所以呢把所有的消化系統的活動 全部都抑制下來 對不對 然後接下來應該要激發你身體的潛能 所以 首先第一個要調節的就是你的循環系統 所以它就加速心跳 加速心跳還不夠 所以這個時候 它就透過刺激腎上腺隨時 分泌腎上腺素跟腎上腺素 把你身體的爆發力整個激發出來 同時這時間沒有時間尿尿 所以 抑制你的牌尿作用 看到了沒 如果你記不住的話我沒辦法 我盡力了 這樣可以理解 這樣知道交感時間在做哪些事情 所以當那個要砍你的人已經倒下來的時候 你終於就放下一口氣了 就是放鬆了 所以這時候呢 突然覺得剛剛跑完劇烈運動了 所以肚子很餓 對不對 所以準備開始吃東西 對不對 所以口腔開始咀嚼 分泌帶來的破液 簡潔的腸胃這地方呢 開始有比較頻繁的蠕動 對不對 然後分泌消化液 配合這個消化的過程 對不對 然後剛剛憋一泡尿 基本上一直尿不出來 現在終於可以輕鬆的尿出來了 所以要尿尿的時候 你看像尿尿的時候 一定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 心裡放鬆 就比較容易沒有的順暢一點點 這樣子 這樣 看懂膠感神經跟附加感神經 應付什麼狀況呢 可以理解 這很重要喔 這個是有道理的 這是有道理 好 所以下面的表格甜一扁 來 接下來 所以對於心臟的部分的話 膠感神經可以促進心跳 好 其中膠感神經還可以透過順暢線 隨時是促進動脈收縮 但這邊不是不寫的 然後接下來 肢氣管的部分的話呢 膠感神經可以促進肢氣管的擴張 但是 複膠感神經是讓肢氣管可以收縮 好 膠感神經會去抑制腸胃的活動 因為你身體在很緊急的情況之下 是沒有空去做消化這件事情的 好 那複膠感神經的話呢 就可以促進腸胃的活動 對不對 好 然後膠感神經可以抑制消化腺的分泌 但是複膠感神經是促進消化腺的分泌 但是還有一些細節 比如說那個 那個 還好 這就當這樣的一個答案就好了 然後肝臟的部分的話 它會去 膠感神經比較特別 它會去促進那個肝臟 釋放葡萄糖 用來增加血糖 因為現在激發身體前 好 複膠感神經沒有對應的 所以這個地方沒有解放 接下來膠感神經的部分的話呢 膠感神經作用的時候呢 會抑制膠感的收縮 那 互膠感神經呢 會促進膠感的收縮 好 下面 腎上線 腎上線水質也沒有解放作用 只有膠感神經可以 膠感神經可以刺激腎上線水質分泌 那腎上線分泌 腎上線素跟正腎上線素 這兩個技術 可以促進細胞的活動的機能 生理機能 還有促進那個細胞的代謝 然後接下來生殖器的部分 是合作關係 副膠感神經呢 是促進那個陰晶海綿體的沖性 然後膠感神經呢 是促進那個射性的作用 然後 同同的部分的話 有些看 這個膠感神經可以促進那個 緩急 促進重機收縮 然後副膠感神經是促進緩急收縮 好 所以最後一個細節來了 就是如果這樣子來看的話 這個男心臟應該很快就可以理解 現在呢 交感神經透過前一個短 這個男心臟應該很快就可以理解 然後它的電線會延伸到節力點的附近 然後 副交代的神經呢 前一個長 後一個短 那最終也會分布到節力點的附近 神經元上面基本上發生的都是神經衝動 就是電 對不對 所以這邊送電過來 對於節力點來講 我怎麼知道你現在給我的是什麼訊號 你給我的是什麼指令 我現在到底要加快那個訊號的頻率 還是檢討那個訊號的頻率 他怎麼會知道 所以這個地方就可以充分凸顯出 神經系統的化學物質非常重要 因為交感神經這個地方 後面的那個神經元 我把它叫節後神經元 有一個名字我言後再講 比較麻煩一點 這個地方叫神經節 它的節後神經元 這個也是節後神經元 交感神經的節後神經元 在這個地方 分泌的是正腎上腺素 所以當節率點接觸到正腎上腺素 他就知道 要加快那個頻率 那 副交感神經的節後神經元 分泌的是 抵襲來檢討 大家看懂神經的作用了嗎 神經傳導物質絕對很重要 對節率點來講 他根本認不得你這邊的電來 跟這邊的電來有什麼不同 所以最後他決定怎麼做 就是決定他的調節方向 那個要加速心跳還是減暖心跳 是依據 什麼化 什麼神經傳導物質出現 如果現在是正腎上腺素出現 他就知道要往正面的方向 加速心跳去調節 如果是以西彈檢出現的話 他受到以西彈檢的刺激 他就會減緩那個頻率 看到嗎 所以動氣 事實上他最終最後最後 呃 產生反應 那個造成他反應的關鍵 並不是在膜裂位本身 而是在那個連結的那個神經元 給的什麼神經傳導物質 所以像我們的骨骼肌 基本上正常來說只接受這種東西 你的骨骼肌之所可以受到 運動神經元的刺激 就是因為我們的運動神經元 一般情況都只會釋放以西彈檢 可是對於自律神經來說的話 他要產生結糖 所以他必須要分泌不同的化學物質 所以交感神經的結後神經元 可以分泌正腎上腺素 然後負擔本身經的結後神經元 卻是分泌以西彈檢 所以利用不同的化學物質 來產生結糖的作用 如果你只產生一種化學物質的話 解力點怎麼知道 你現在到底要我做什麼事情 這樣OK齁 好 那把神經節這個名詞留在後面 再來補充一下 好吧 在這邊 今天要補考了 22號 27號 34號 37號 39號 41號 42號 24號